这个是恒大 恒大甚至是超越恒大 好比赛已经开始了 现在国安队压上这个距离还是比较深的 还是以攻为主 漂亮 开场不到五分钟 国安队一不两领先 球进了 请求的是德阳 这个还是一个边路进攻 这个传球很准确 刚才是一个简单的边路配合 张成东边路传终 非常清楚 对方的后卫犯了错误 没有逼想 非常很聪明 聪明在哪 这时候应该换了秋季冬季的草了 有个坑 漂亮 马五爷 还有 这叫球马五爷打得是真漂亮 他就证明一下自己的参加 确实是球速很快 压得很低 吃的部位很准 对方萌剑碰了一下 就是频繁的踏上 德阳分到外面 周庭传出好球 好球 这个动作做得非常漂亮 结果打在了张成东的身上 打到杜杜的身上 曼萨诺虽然说没劲 但是很肯定他们的表现 打门了 左脚好像对于张成东来讲 是一个弱势 这就是内切着一下 右脚一扣 这是能摆脱的队员 但是他这个左脚 其实连续打了 在我印象中连续打了 应该是两三脚门的 在这个位置上 都是没有打到这个门框里 如果说巴塔拉能上来的话 也许在中路能有一些变化 能够中路强起来 弹到一些调度 有了 这个球居然是刚刚替了 新把形的朗 倒是没碰到 没碰到 但是这个 突然做出击这个点 真是没 有点做出击有问题 突然做出击这个点 2比0领先 这时候我觉得可以考虑 让巴塔拉上了 左边 赵和静的传中 有了 这个球是费祖拉乌的一个机会 可惜 还是这么一个边路的 赵和静的传球质量也很高 落点也非常好 打了一个后外的一个背后 而且对方犯的错误 跟德阳那个进球错误一样 其实这球即便没打错 打进 这后卫也是失误了 好的 坏了 机会 一次非常简单的反击 也是一个雷同龙和周挺之间的这么一个侍卫 刚才我所说过 他们打的下 背后很坚决 我们可以看一下 非常简单 直接一脚找F盾 F盾这球处理的也很果断 很果断 一弹很聪明 一个 这脚球去弹 要是完全去大力 这个球不见得有 他怎么能打向球门 就怎么处理了 好 马丁一声哨哨哨的北京关2比1 战胜了上海身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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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